事情就是说它那个 第一个它的那个这个超连结 然后底下class 所以class放的位置可能 像之前那个YouTube是放在A后面就是class 那这个就是AHREF 先HREF 不过理论上好像比较常见是A 然后空一个HREF 那这个HREF 就是A底下的一个属性 一般叫attribute 它的一个属性叫HREF 然后HREF就是超连结 OK A 为什么叫A 反正一个吗 不知道 反正后面HREF的超连结 然后它对应到会有class 那这个class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个规则 我要找什么 找A 所以有点像填控体 所以这个前面我讲过 你甚至可以把之前写的东西 把它上面其实可以复制下来 直接改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要全部找到 我可以用SP这个物件 里面的一个方法叫FindAll 那FindAll的话呢 有没有 你只点 点这边有个FindAll 它一样会 会帮你显示出来有Find跟FindAll 那FindAll里面的话 它有找到什么 它的name 有没有 name实际上就是它的那个 什么的 它的Tag 就是它的那个HTML的标签名称 那ATTRS是它的HB 它的属性 那其他还有其他的查法啦 其他查法我想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说明 OK 很多查法 那基本上我们用一个最基本的就好了 最基本的话呢 就是我们给一个name name的话就是给一个那个HTML标签是A 然后它的HB属性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放个什么 放它的一个双引号 然后把这一串 其中一个啦 就大概这个 或者其实 我刚刚试一下 好像这一整串放上去OK 我们放其中一个 放那个StoryTitle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OK的 然后把它复制贴到这个里面 意思是说我要找那个超连结 这个约身码里面有这个特征的 是超连结 而且它的样式是这个名称的 全部帮我找出来 并且帮我列出来 OK 那其实 其实列出来的话呢 你可以先print一下 比如说把它print一下 你会发现呢 它就帮我把所有是这个的 在原始码里面的那一段 全部帮我把它切出来 然后呢就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基本上里面应该会包含什么 A开头 四四三 这边出现一个错误 next we try 我是怕说因为之前遇过那个Yahoo 如果我们同时间同一个IP同时存取数量超过几个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IP暂时封锁住 就吞倒了 OK 有可能 因为之前有遇过 因为太多人同时存取 刚刚我们又同时存取 再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就 对 这个讯息 好 那理论上我们刚刚有看到结果 你应该是OK的 因为 所以这个很麻烦 太多人存取啊 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发生 那所以呢 我把它放在一个list之后 再来做什么呢 后面的话我就print了假设我已经看到了 那再来我就写一个for围圈 for for什么呢 for each好了 我把它每一个 因为我抓下来总共会有30则 上面可能从焦点新闻再到影音新闻 总共会有30则新闻 好 假设有30则新闻 那我把它每一个每一个都把它抓到 for eachA好了 A的话就是那个 等于是这个啦 它的那个tag叫A的 在印什么呢 印这个list E里面的话 我把它一个一个抓出来 那我要做什么呢 帮我print了它的什么呢 我需要它的 它的什么呢 它的tether 里面的文字 所以我就用A什么呢 帮我print了A.tether 把它里面的那个文字抓出来 然后再print了什么呢 print了它的hyperlink 这个A.href 我更正一下 应该是用get 用get get get它的什么呢 它的href这个标签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我把抓到的那一些 ok 里面的那个它的文字 跟它的超连结 就帮我一个一个帮我下载下来 ok 那理论上应该这样就可以吧 不过现在看起来 它不知道会帮我们封锁多久 因为如果同一时间太多人存取雅虎 我发现其他网站好像没这个问题 雅虎好像就有这个问题 雅虎是不是太敏感了 他是不欢迎大家去上它的网 难怪现在没有人上 好 再试一下 还试一下 算了 ok 那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之前也是一样 上课的时候 我做的时候 后来同学做就 会有失败问题 大概知道一下 那我猜应该是 它的伺服器 会去算说 同一个IP 同一段时间里面 同时存取的数量 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 它就会把IP位置给锁起来 ok 那大概知道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你就知道 怎么去抓取那个 雅虎的交点新闻 那这个部分ok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看下一个范例 下一个范例的话 我们接下来 就再来看一下这个 E.T.The.Day的新闻 E.T.The.Day的新闻 那你会发现E.T.The.Day的新闻 虽然都是新闻网 你看现在连不上 Yahoo就不给你连了 等一下真的就把它封锁 像如果 这边如果知道说 那个hub在哪里 就把hub reset一下就好了 有没有 就是让它重新抓一下IP 因为我们的IP是浮动的 如果是中华电信 你只要一连线 它重新又丢一个浮动IP给你 那应该就可以连线了 不过现在 就 也许你们先试一下 E.T.The.Day好了 诶 还是我们连线有问题吗 诶 我们有问题 诶 那跟Yahoo没关系 哈哈 好 eli独播 回家